大家好,我是东哥 好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今天给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条小狗,这条拉布拉多 也是我的一个客户,一个新客户 他之前在网上买的,不是在我手里面买的 买完以后,这条狗在托运的途中就开始拉西 然后他接到狗以后,直接就送进医院了 到宠物医院里面花了一千多块钱 第二天就死了,没有救过来 经过检测呢,这条狗有犬蚊跟细小 然后他跟卖家沟通呢 卖家的意思是,让他再付钱 后面直接就不打理了,不理他了 这是这条狗在宠物医院里面开的病历 这条狗呢,是他给他女儿买的 一个小女孩,才几岁 狗死了以后呢,他没有敢告诉女儿 因为怕女儿接受不了,很伤心 跟他女儿说,狗呢还在宠物医院里面 等治好了就可以出院了 然后很着急找到我 想从我这里面找一条差不多的小狗 要求呢,跟他原来那条狗差不多 然后呢,是一个母狗 一定要保证健康 这是我帮他找的小狗 这条狗 虽然说跟那个,他之前买的那个狗 比较像,但是呢 可以这样说,品相绝对比他那个 要高不止两个等级 按照他的要求 我直接就是当场给他做了犬蚊细小 然后拍了视频 给他发过去 做了犬蚊细小的检测 检测完之后都没有问题 当天就把狗给他发走了 本来说车是9点钟到的 但是后面可能是路途上面堵车 还是什么原因 1点多才到 他就一直在车站等着 等着接到狗 接到小狗 小狗接到以后呢 特别活泼 经过一天的颠簸 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他就一直担心狗的健康问题 我也是再三跟他保证 只要你相信我 你选择相信我 我就不会让你失望 我绝对给你一条非常健康 非常活泼的小狗 这些这个视频都是他小狗到家里面以后 他拍给我的 小狗特别好啊 他也非常满意 是跟他女儿呢 能有一个交代 我觉得这位大哥呢 之前买狗被骗过一次 后面找到我呢 还是可以无条件的相信我 直接付了全款 也没有要求获到付款啊 或者是接到狗以后 养多长时间再付款啊 没有这种要求 直接就是付给我全款 完全是无条件的相信我 肯定就不会让他失望的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 在网上面买狗啊 一定要选择可靠的卖家 咱不说价格这方面啊 毕竟有的人卖的贵一些 有的人 比如说同一条狗 我卖一千 人家卖两千 人家能卖出去 那咱也不能羡慕嫉妒恨 那是人家的本事 我只能说 你花同样的钱 在我手里面买的狗 它的品质 是对得起 它这个价格的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小狗健康 你不能说 人家买了你的狗 到家里面养个几天就死了 像那种星期狗 到家里面两三天 一个星期就死了 我也不敢跟 我的狗就百分之一百的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 如果说狗本身出现了问题 我给你赔一条 直接退你钱 因为我做的 毕竟是一个口碑 一个信誉 如果说信誉丢了的话 以后生意都没法做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有关于 怎么买狗啊 怎么挑狗啊 然后关于小狗的喂养啊 各方面的任何问题 都可以咨询我 找我问我